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12月5日讯,根据The Athletic驻蓝网记者Alex Schiffer的爆料,蓝网球员凯里·欧文通过发言人Ashley Blackwood发布了一封邮件。 信件标题为来自凯里·欧文的一则声明,新冠疫情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,所以我会祈祷所有人能够健康和平安。 对于即将到来的新赛季,我感到非常激动,同时也希望所有人在这段旅程中都能健康安全。 我今天选择用发布这则信件声明的方式取代了媒体采访,是希望确保我的意思能够被正确地传达。 我和我的队友·蓝网的其他同事们每天都有努力地训练工作,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去享受新赛季,积极竞争,带来出色表现和争夺总冠军了。 我这个赛季的目标是希望能用我场上场下的表现说话,今年的生活对每个人施加重压,这就要求我们,要求我,以另一种方式来应对。 所以这就是,我转变的开始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